好来看到0206与0403强震 震出建筑物耐震强度的重要性 研发钢筋耐震技术的在云发团队 8月份来到了花莲设点 那么向建商们推荐他们19年来 使用成效优异的耐震工法 希望能够让高地震风险的花莲地区 有更坚强耐震的建筑物 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研发建筑物钢筋耐震系统工法的 带云发技术团队 在花莲接连发生几次大地震之后 决定要进驻东台湾 将他们研发并且在西部地区执行了19年 成功运用在超过500个大楼建案上的耐震工法 介绍给花莲的建商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我们的现在产业用最多的 称为Alphacet的柱中柱工法 也就是外面黄色 你可以看到黄色的是一根没有中断的钢筋 一体成型的 所以它完全不会有所谓90度135度 钩不好会爆掉的任何问题 所以它就是很稳固的 我觉得这样子在轰咖的地方还不够 所以我才会想在轰咖的地方 我就多做了一个红色的内缘 我们都知道圆形是最稳定的形状 我们小时候的木桶 或者现在年轻人的泡澡筒 都是圆形的哭起来 所以我就做成外方内缘 外围素内围素 它这样子的话 它的抗震韧性特别好 它经过试验 它的抗震韧性比传统盖房子 多了一倍的抗震韧性 这些墙壁也是抗震的有效的第二道防线 所以说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可以用这种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系统墙工法 它是一根没有中断的钢筋 你看这整个黄色 这一整片是一根没有中断的钢筋 你看每个地方都很完整的 很稳固的连结在一起 所以它就像铜墙铁壁一样 所以产业用我们的工法的案子 它的抗震韧性也提升33% 所以除了铸中柱提升将近一倍之外 墙壁又可以提升33% 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这样盖房子 再大的地震我们都很安心 铸中柱钢筋结构 号称可以提升一倍的耐震力 而系统墙也能够减少三成以上的破坏率 大云发耐震系统团队 在花莲设点扩大推广 希望各大建商能够采用高耐震 高效率低成本的钢筋技术工法 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借路贵欢迎市报道